你看这个经上 佛业开口 善男子善女人 三经都是如此 不但三经 二小城所有经论 佛业开口 善男子善女人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千万不能疏忽 那就说明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 都是善人 所以我们要不修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认真修善 你怎么能往生 善人 有标准了 可是你仔细要去看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下北下三平 下平上身 下平中身 下平下身 都是窝人 窝人怎么会往生 窝人能够改窝 向上的 他就能往生 他要不回头 他就往生不了 临终回头都能往生 发蒙广大 不可思 他这个回头是真回头 不是假回头 那个真回头 就是真忏悔 知道我做错了 以后不再做了 真的回头 我们念语常讲 浪子回头 经不换 这个窝人回过头 真好人 比一般好人还要好 所以他能往生 那么这个时 勉励 过去无知 没有智慧 与此造作许许多多 严重的罪业 现在明白了 回头先 不要害怕 我造的一点太重 恐怕不能往生 你要是这个念头的 错了 那真的造成 往生的障碍 要晓得 忏悔的 这个功德不可思 我们在佛经里面 看到 我学佛的时候 都关无量手机 二十四号 提供大都 造无虑 使我罪 提供大都 深深夺地狱 虽然夺地狱 他在地狱里头 没有数据 他很快乐 在地狱里 这个享受 就跟桃鱼天一样 什么原因呢 他害得不是别人 害得是佛 害凡夫 可就不得了 为什么呢 凡夫有成悔心 凡夫有报复心 那渊渊相报 还得了吗 你去害佛 佛没有成悔心 佛没有报复心 你不害佛 佛修行 我们将修人 如波罗蜜 慢慢修 不晓得修到哪一天 才修圆满 你这也害他了 这个佛人 如波罗蜜 马上就圆满 立刻就圆满 成就佛 正极果的圆满 虽然他造的事 这个用的心 是很握的 但是他对佛来讲 帮助佛 快速的成就了 他要不要夺地狱 要夺 他夺地狱 不受罪 在地狱里还想服 有道理 这个道理很深 很威胁 那么阿歇射网 这是凡夫 他杀父亲 害母亲 把母亲诱尽 又破活活生 造这个无逆十五罪 临终忏悔 念佛往生 他真往生 所以我们读阿歇射王经 这就是佛 说阿歇射王这个故事 那在我们想起来 造那么重的罪业 应该是下贫下身 可是没有想到 佛在经上 给我们介绍的 上贫中身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透了 于是才想到 这个忏悔往生 我们不能欠世 说不定 这个造罪业的 临终忏悔 去往生 像阿歇射王这样的 品位超过我们 我们往生 可能没有办法到上贫 那中贫下贫 我们就觉得很满意 很不错了 上贫中身 说明 往生是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我们普通正常的 这个心意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一个是临终忏悔 临终时候忏悔 发愿 深念意念往生 千万不要以为 那个深念意念的时候 那个功德 他那个功德特别殊胜 心特别猛烈 是我们一般人的时候 比不上 发心无比的猛烈 一下就能够把他的 无量界的物业 统统转变过来 这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启示 让我们说 不敢轻慢造作罪业的 你不要瞧不起他 你不可以侵蚀他 为什么 说不定他临终 一下搞个忏悔 往生的时候 到极乐世界 平位比我们高 我们还不如他 所以这个事情 在发心的荣耗 发心的真切 真的回头了 那么这一桩事情 不能不知道 往生传里头 这些例子很多 临终忏悔 念佛 那么像观经 夏三平 这个无人 临终忏悔往生 那就是他忏悔的恋 没有阿摄氏王 那样的勇猛 没有那样的真切 同样是忏悔往生 不一样 但是忏悔往生的 大多数 是在夏三平 但是也有少数的 到上辈 上辈 上辈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 这些道理 那么当然 这些四世真相 我们细心想想 与过去世的善根 因缘 一定有非常一些关系 过去生生世世 习得厚 为什么造业呢 这一世当中 没有遇到善缘 缘缘重要 没有能清净到善之事 他所遇的 我知识 在他的身边 常常教导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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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语六成 名文里 总是用这种 去迷惑他 是这么一个人 这些事 如果不识 常常读解 世尊 常说的 要常读 要理解 而且 深解 易血 我们才能够 明了 才不至于 有疑惑 为什么呢 易 能长到 如果对这些事情 产生疑问 你对近宗 信心就达这口 信心也达这口 就不能往这儿了 所以这个关系很大 廉池大师 他老人家讲得很好 十卧 或方 终善 一个人 年轻时候走 中年走 老年的时候 后悔 来献善 来得及 他还是善人 只要他回头 所以甚至于 像阿摄士王 临终的时候 才回头 才知道忏悔 但是来得及 只要这一口气 没有断 我人 我们把这个道理 讲清楚 讲明白 他要豁然觉悟 回头向上 都能往这儿 所以不可以说 这个人作物作端 灵灵众神 算了 不要去理他了 错了 你灵众神 还是帮助他祖念 还是常常劝他 提醒他 他一念回头 你帮助一个人 脱离右道轮回 成佛去了 无量功德了 世间任何好事 都不能跟这个好事相提 你能送一个人 保送一个人 做佛去了 你一生当中 有这么个机会 保送个几个 你自己将来往生 就没有问题 他们什么 知恩报恩 到你灵灵众神 他一定跟阿弥陀佛说 我们能到极乐世界 都是他帮忙的 现在我们 他拉到阿弥陀佛 赶快去建议 他说人之常情吗 确实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悦心 不嫌弃人走 到他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要全心全意地去帮助他 去成就他 只要我们自己的心真诚 真诚心就有感应 真定能放得上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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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